2023年11月,微博望远镜发现了一个名为MAXJ0138.0-2155的巨大信息团。 借助爱因斯坦首次预言的引力透镜效应,名为N2GM0138的遥远信息,似乎被这个信息团的强大引力扭曲了。 引力透镜不但扭曲,放大了遥远的信息,还产生了五张不同的N2GM0138图像。 2019年,天文学家惊讶地发现N2GM0138内部发生了恒星爆炸或超新星,正如NASA哈勃太空望远镜2016年拍摄的图像中所见。 然而,当另一组天文学家2023年查看微博的图像时,他们惊讶地发现,七年后,同一个信息又出现了第二次超新星爆发。 NASA爱因斯坦奖学金获得者,空间望远镜科学研究所贾斯汀、佩雷尔,以及卡内基科学研究所天文团队安德鲁、纽曼,向我们讲述了这一首次在同一个信息中发现两个具有引力透镜效应的超新星的更多信息。 佩雷尔说,当一个超新星在引力透镜后面爆炸时,它的光通过多条不同的路径到达地球。 我们可以将这些路径比作同时从车站出发的几辆火车,它们以相同的速度驶向同一个目的地。 每辆火车走的是不同的路线,由于旅程时长和地形的不同,火车不会同时到达。 同样,具有引力透镜效应的超新星图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天、周甚至年的时间尺度出现在天文学家面前。 通过测量这些超新星图像出现的时间差,我们可以测量宇宙膨胀的历史,极重要的哈勃常数,这是当前宇宙学的一个巨大挑战。 问题是,这些具有多重图像的超新星非常罕见,到目前为止,只有不到12个被探测到。 在这少数的超新星中,2016年N2GM-0138星系中的安魂曲超新星因其独特的特点脱颖而出。 首先,它距离我们100亿光年。 其次,这颗超新星很可能是用于测量宇宙距离的标准烛光IA型。 第三,模型预测,由于星系团的极端引力,这颗超新星的一个图像将在2030年代中期才会出现。 不幸的是,由于安魂曲直到2019年才被发现,当时它已经消失在视线之外,因此无法收集到足够的数据来测量哈勃常数。 现在,我们在安魂曲所在的同一个星系中,又发现了一颗名为安可的超新星,这也是一个具有引力透镜效应的超新星。 意外地发现,让我们现在可以积极地跟踪这个正在进行中的超新星,并利用微博的图像测量并确认近日这颗具有多重图像超新星的哈勃常数。 安可被证实是一颗标准的IA型超新星,使得安魂曲和安可成为迄今为止已知的最遥远的超新星兄妹。 通常情况下,超新星爆发是不可预测的,但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知道何时何地观察安魂曲和安可的最后出现。 预计在2035年左右的红外线观测将提供关于哈勃常数的最新、最精确的测量数据。